转运思维 转念改命 靠自己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善良 也没有做坏事 但命运总是不顺 所以他会觉得很无辜 许多时候 人的念头 尤其是见识 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比如说 有的人会贫穷 贫穷是什么原因 许多人都会说 是前辈子没有不失啊 这个回答不够全面 贫穷的因 换个角度来说 是念头不对 有的人会看不起金钱 看不起有钱人 仇富 这样子他就贫穷了 因为如果不尊重钱 就永远贫穷 有这个念头 要好好改 要尊重有钱人 那是人家的福报 要尊重他们的福报 那要会读书 首先要尊重知识 尊重老师 尊重读书人 也不要说 考上北大清华 有什么了不起啊 不要有这个念头 这个就是不尊重知识 以后就得不到知识 那婚姻也一样 千万不要说 天下男人女人 都是不好的 结婚是很苦的 然后相亲了一个又一个 常常看不起对方 这样子以后 婚姻就很难顺利 大家要去尊重家庭 尊重婚姻 尊重感情 尊重儿女 尊重对方 这样子婚姻就会顺利 人心中要是傲慢 偏见 这个也是障碍 自己没钱 还看不起有钱人 骂人家是暴发户 这个就是大傲慢 自己没有文化 看不起读书人 也是大傲慢 遇不到好的人 就说天下没有好人 这个也是大傲慢 这个傲慢 是对命运最大的挫折 我们念地藏经时 看到五戒十善 感觉自己一条都没犯过 觉得自己是个 善男子善女人了 但要明白 地藏经有深层的含义 好比说 要是犯了傲慢心 要识经讲道 这个傲慢 就是后世 做牛马罗驴的音 你看 傲慢心 迁滩 极度心 就跟畜生相应了 所以 有些修地藏经的 建议去读一读药诗经 地藏经讲的许多 都是识相的 那要诗经讲道 更多讲到了众生的习气 习气没有改的话 是乡上虽没有犯 但你错误的心念 会导致你堕落 好比说 如果吃素了 持戒也持得很好 这就是 是乡上羞耻很好 但总是看不起 吃荤的 毁戒的人 这个就是傲慢习气 有这个傲慢 也是恶道之音 佛法讲的 要尊重一切众生 尤其是敌我们 不管是世间的成就 比如当官的 有钱的 名气大的 还是出世间的成就 包括出家修道的 我们都要恭敬他 千万不要去轻视他 看别人哪里有不对 就全盘否定他 不要动不动说 夫妻是冤假 而你是债主 也不要说 金钱是毒蛇 人心是嫌恶 要相信 这个世界的美好一面 善良的一面 人要是能找好处的话 就活在天堂之中 内心光明的气场就多 一心找茬的话 就活在地狱之中